这节课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三节听觉 那么在这节里面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觉的刺激 第二个问题听觉的生理机制 第三个问题听觉的基本现象 文解的教学目标 要求同学们掌握听觉的事与刺激是什么 听觉当中的基本现象 了解听觉的生理机制 文解的重点是听觉的基本现象 难点是听觉的一些理论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听觉的刺激 声波是我们听觉的刺激 它主要是由物体的振动所产生的 那么物体振动所产生 声波频率的范围是很广的 但是我们人耳朵所能够接受的声音振动的频率 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具体来讲呢 我们人耳所能接受的声波的振动频率呢 是16到2万赫兹 低于16赫兹的声音呢 这个呢我们听不到 高于2万赫兹的这种声波 我们人耳呢也是听不到的 所以16到2万赫兹 这个声波它就是听觉的适宜刺激 所以听觉的适宜刺激 就是16到2万赫兹的声波 声波的物理性质呢 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频率 另外呢 还有振幅和声 和波形 频率呢 它是指发声物体呢 每秒钟振动的次数 单位呢 是赫兹 它决定着我们 声音音调的高低 那么振幅呢 它是指振动物体 偏离起始位置的大小 如果一个发声物体 它振幅大 那么对空气的压力呢 就大 听到的声音呢 就强 振幅小 对空气的压力就小 我们听到的声音呢 就弱 声波的 另外一个物理性质呢 就是它 就有波形 那么最简单的波形呢 就是正弦波 由正弦波呢 得到的这种声音呢 叫做纯音 它决定了我们 说话的这个音色如何 在任何生活当中呢 我们听到的大部分声音呢 不是纯音 而是符合音 就是说由不同品类 正弗的 正弦波的混合得到的声音 那么这个音呢 叫做混合音 下面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听觉的声音机制问题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耳朵的构刷和功能 那么耳朵 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听觉器官了 它是由哪几部分来组成的呢 耳朵呢 它是由外耳 中耳和内耳三个部分呢 来组成的 外耳呢 它又包括耳阔 耳阔和外耳道 那么它的作用 主要是用来收集声音的 主要用来收集声音 中耳呢 它是由骨膜 三块听小骨 那么这三块听小骨呢 就是垂骨 奔骨 针骨 以及卵圆窗和正圆窗 来组成的 所以中耳呢 它是由这么几个部分来组成 一个是骨膜 另外呢 三块听小骨 卵圆窗和正圆窗组成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把我们收集到的声音 把外耳收集到的声音呢 然后传到内耳 传到内耳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耳它的主要的功能 内耳呢 它是由前听器官和耳窝来组成的 那么耳窝呢 是我们人耳的听觉器官 耳窝呢 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骨节 中节和前听节 骨节和中节以基底膜分开 骨节和中节呢 以基底膜 这个地方呢 来分开 那么骨节 和中节分开的基底膜呢 它在靠近卵圆窗的一端呢 是最狭窄的 在窝顶的一端呢 最宽 基底膜上的科蒂式器内呢 包含了大量支持 支持细胞和毛细胞 那么这个科蒂式器官上的毛细胞 就是听觉的感受器 所以听觉的感受器是什么呢 就是基底膜上科蒂式器官上的毛细胞 这是我们听觉的感受器 毛细胞的细毛 细毛呢 突入由耳窝叶 所充满的中节内 声音经过灯骨的运动 产生压力波 引起耳窝叶的振动 那么耳窝叶的振动呢 就带动基底膜的振动 基底膜的振动呢 使基底膜上的毛细胞 产生动作电位 从而实现一种能量的一种转换 就是把这种外界的这种物理能量转换我们听觉神经 所能够接受的这种神经冲动 以上呢 我们讲 它是包括三部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听觉的传导机制和中枢机制 科蒂式器官上的这个毛细胞 它的轴吐呢 离开耳窝 组成了听神经 组成了听神经 它首先呢 投射到脑干的水质 然后呢 和背侧或覆侧的耳窝神经核形成吐处 那么这些区域的细胞轴吐形成外侧丘系 最后呢 终止于下丘的离散区 从下丘开始呢 再经过背侧和覆侧的内侧气状体 那么形成了两条通路 四侧通道呢 投射到听觉的核心皮层 也就是布鲁德曼呢 四十一区 那么背侧通路呢 投射到第二区 最后呢 产生了 声音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听觉 它的传导机制 以及它的中枢机制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接着介绍一些听觉的基本的一些现象 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下音调 音调 音调呢 通俗的一点来讲啊 就是我们这个声音的啊 这个调的高低 这叫一种音调 那么声波的震动 它这个音调主要是由来什么来决定的呢 这个呢 主要是由声波的频率啊 来决定的 那么声波的频率不同呢 我们听到的啊 音调的高低呢 也是不一样的 呃 比如说啊 女性的这个 它声音 它震动的频率呢 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呃 女性的这种音调呢 比男性比较起来呢 它的这个音调呢 要高一些 啊 那么人听觉的频率范围呢 刚才我们讲过了 就是16到2万赫兹啊 这个范围 其中呢 1000到4000赫兹呢 是人耳 是我们耳朵的最敏感的区域 那么16赫兹呢 就是人音调的下雨了 啊 你就再低于这个16赫兹的声音 啊 我们人就啊 听不到啊 啊 音调呢 它是一种心理量啊 啊 它和声波的物理特性啊 啊 频率的变化 刚才我们说是有关系的啊 有关系的 但是呢 它的 它声波的物理特性和频率的变化呢 并不是完全的 对应的 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呢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啊 啊 它这个图呢 表现了一种 嗯 音调和频率之间的一种关系 那么从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看出 嗯 在1000赫兹以上的声音 那么频率和音调呢 它的关系呢 几乎是线性的 那 呃 音调的上升呢 它低于频率啊 上升 而1000赫兹以下的声音啊 频率与音调的关系呢 就不是线性的 你看音调的变化呢 音调的变化呢 它快于一种频率的变化 所以 我们说啊 音调呢 它虽然主要是用声音的啊 声波的频率来决定的 但是呢 它和声波的频率 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那么我们人呢 能够辨别不同频率的声音啊 从而产生啊 声音高啊 声音低啊 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 这些同学不免不免的 要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人的耳朵 它是怎样啊 对不同频率的声音啊 进行分析啊 从而呢 产生这种啊 高低不同的音调的呢 那么这个呢 就涉及到 有关听觉的理论的问题了 听觉的理论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几种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 频率理论 频率理论 频率理论呢 它是1886年呢 由物理学家 罗 菲尔 菲尔德 他提出来的一种理论 频率理论的主要关键是什么呢 这种理论认为啊 就是内尔的基底膜和灯骨 它是按照相同的频率振动的 如果我们听到一种频率低的声音 那么连接软元窗的灯骨 每次振动的次数较小 所以呢 基底膜上振动次数呢 也小 如果 灯骨的振动频率很高 那么 那么 基底膜 他的振动频率呢 也会很高 所以呢 这个频率理论呢 它主要强调的 就是 内尔的基底膜和灯骨呢 是按照相同的频率来运动的 我们灯骨针对的 频率高 基底膜呢 振动的频率就高 灯骨针对的频率低 基底膜的它振动的频率呢 相应的就低 这样呢 基底膜它振动的 次数的多少 就决定了 它向东书 发送的神经电的水平的 高低 高频的声音呢 基底膜振动的次数多 那么它向中书呢 发送的这个 神经电的水平就高 这样呢 我们听起来这个 声音呢 音调呢 就是高的 高的 那么低频的声音呢 基底膜呢 它振动的次数呢 低 它向我们这个 神经电的这个 发送的水平呢 就低 这样我们听起来 那个声音的音调呢 也是低的 那么这种理论呢 也有人把它称为 这个 所谓的电话理论 就把它叫做一种 这个电话理论 这种电话理论呢 就是说 它是这样比喻的 就当我们像这个 拿起电话 像这个送话机 说话的时候呢 那么送话机的这个 膜片呢 按照话音的 不同频率呢 产生不同频率的震动 那么线路内的 电流呢 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么另一端呢 收话机的膜片 也会随着电流的 也会 因电流的变化呢 而震动 并产生于送话机 一端 频率相同的声音 那么在这里面 送话机膜片的震动呢 就相当于 灯骨的震动 收话机膜片的震动呢 就相当于 这个基底膜 它的震动 所以呢 有人把这个理论呢 就是形象的 称为一种 电话理论 这种理论呢 我们说呢 它 有一些问题呢 还是不能解释的 比如说 频率理论 它难以解释 人耳对 声音 频率的一种 分析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 我们人耳这个 基底膜 它的震动呢 每秒钟啊 不能做这个 超过一千次以上的 这种快速的震动 而我们 人的耳朵呢 它是能够接受 超过一千赫兹以上 声音的 你基底膜 不能震动的那么快 而我们人呢 它能够接受一千赫兹 甚至很高很高的 更高的这种 震动频率的声音 这显然呢 比如说用这种 频率理论呢 是无法解释 我们人耳是如何实现 对声音的分析 后来呢 又有人呢 提出了共鸣理论 那么这种 共鸣理论呢 它主要是由 赫尔姆霍兹 他提出来的 这种理论的 主要观点呢 是这样的 赫尔姆霍兹啊 他认为 就是我们基底膜上的 神经贤维 就是神经贤维 这个横贤维的长短呢 是不一样的 这个横贤维呢 那靠近 耳窝底部的 横贤维呢 脚窄 而靠近这个 耳窝顶部的脚宽 因而呢 就像一个竖琴一样 我们人呢 能够对不同频率的声音呢 产生共鸣 声音刺激的频率高 这个时候呢 短纤维呢 发生共鸣 做出反应 声音刺激的频率低呢 长纤维呢 发生共鸣 做出反应 这样呢 这个共鸣理论呢 它强调了 肌底膜的振动部位 对产生 音调的一种影响 所以呢 共鸣理论呢 也有人管它称为 叫做位置理论 叫做位置理论 因为它认为你这个 不同的这种 音调的产生呢 就是由于呢 声波 振动频率不同 那么呢 引起这个耳窝的耳内的横纤维 横纤维 它做出的反应 做出的这种反应 那么在不同的部位呢 有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你这个声音很高的时候呢 那么 短纤维 它发出 共鸣 做出反应 声音低的时候呢 肠纤维呢 把它共鸣 做出反应 这样的这种理论 就强调了 其底膜的振动部位 对产生 音调的一种作用 所以呢 它又有人称为 它是一种 位置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呢 也有一些这个 直接的 微观的一些证明 有一些实验发现呢 确实一些高频的这种声音呢 引起了这种 短纤维的一种 最大的一种振动 而低频的声音呢 引起了基底膜 肠显微的 最大的振动 所以呢 这种理论 也得到了一些实验的证明 但是这个理论呢 也有许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比如说 我们所接受的声音 声音的这个范围 接受声音的频率范围呢 最高与最低 频率之比呢 是一百比一 那大约是一百比一 因为是从十六到两万赫兹嘛 所以这种最高与最低频率的这种支比 大约是一百比一 而我们基底膜上这个横纤维与长纤维的 他的这个支比呢 大概呢 大概呢 也就是十比一 十比一 可见呢 就是这个横纤维的长短 与频率的高低之间 并不对应的 所以这种理论呢 就是说他也不能完全解释 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对不同频率的声音 做出一种反应 从而产生不同的音调 这是共鸣理论 他的观点 后来呢 有人提出了这个行波理论 那么这个行波理论呢 它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呢 著名的生理学家 冯贝克亚西 他在发展了赫尔姆霍兹 共鸣理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理论 就叫一种行波理论 行波理论 那么行波理论 他的主要观点呢 就是 是这样的 贝克亚西 他认为呢 就是声波传入到我们的耳朵 他认为啊 是将引起整个基底膜的振动 那么这种振动呢 它是从耳窝底部开始 然后呢 逐渐的向耳窝的顶部推进 那么振动的幅度呢 也随着逐渐的分高 当这种声波的振动 运行到基底膜的某一部位 诶 振幅达到了最大值 然后停止前进 逐渐消失了 这样呢 随着外来声音频率的不同 基底膜 最大振动 所在的部位就不同 那声音频率低 那么最大的振幅 是接近于窝顶 声音频率高 最大的振幅呢 是接近窝底 从而呢 就实现了对 不同频率的分析 所以他这种观点 就行动理论呢 和荷尔姆斯共鸣理论呢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行动理论 他主要强调 就是说声波在传入人耳的过程当中 整个基底膜都是在振动 但是振动呢 它是从耳窝底部开始 然后呢 逐渐向窝底推进 但这个振动的过程当中 振动的幅度呢 也逐渐增高的 那么振动呢 运行到基底膜的某一个部位呢 振幅达到最大值 如果振动的频率高 声音振动的频率高 那么最大振幅呢 它是接近于耳窝顶部 声音振动的频率低 它是最大的振幅呢 接近于耳窝的顶部 频率高呢 最大的振幅是接近于窝底 这样的话 你不同的部位 基底膜的不同部位的一种振动 就实现了一种 对不同频率的分析 那么贝皮亚西呢 他也曾经读过 也作为一个著名的实验的 来证明他这种学说 他呢就是在耳窝的管上呢 端一个小孔 在耳窝管上端一个小孔 那么从小孔呢 像基底膜上呢 撒一些铝粉 然后呢用玻璃呢 将孔盖上 然后呢观察在不同声音振动时 基底膜的运动 那么结果发现什么呢 就是基底膜不同部位 对不同频率的声音 进行反应 当灯骨这个高频振动的时候呢 耳窝底端的振动呢 是最厉害的 当这个声音频率降低的时候呢 这个窝顶的振动是最厉害的 那么这个用实验呢 就来说明了这个 他这个行门里面呢 有他合理性的一个一面 那么贝克西 贝克亚西他认为呢 就是说基底膜 某一部位振幅越大 那么科技器上的盖门呢 就弯向哪个区域的毛细胞 从而呢 是有关的神经元的激活比率呢 上升 正是这些激活率最大的 神经元 激活率最大的神经元 那么发出了声音频率的信息 就是基底门的某一个部位 你振幅越大 科技式器上的盖门呢 就弯向哪个区域的毛细胞 从而使这些毛细胞呢 它的激活率 或者激活的水平呢 达到最高 这样呢 这些神经元呢 就发出了声音频率的信息 就是贝克亚西 它的行方理论的主要观点 那么这种理论观点 它也有不足 行方理论呢 它正确的可以描述了 就是说500赫兹以上声音 引起的基底门的振动 但是难以解释 就是500赫兹以下的声音 对基底门的影响 因为500赫兹以下的声音呢 基底门它各部位 它振动的是相同的 就500赫兹以下的时候 基底门各部位 它振动的 它是一样的 所以呢 按照它这个理论的话 你500赫兹以下的声音呢 你就不能够辨别这种 这种音调的高低了 所以有人提出来 就是说这个 声音频率 如果低于500赫兹 那么频率理论的观点是对的 那么声音频率 如果高于500赫兹 位置理论 对这个 频率的分析呢 位置理论 就是说它呢 是正确 第四种呢 有关 有关的理论 就是神经骑射理论 那么神经骑射理论呢 也是在20世纪 40年代末呢 韦夫尔等人提出来的一种 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 它的主要观点 是这样的 他认为 就当声音的频率 低于400赫兹以下的时候 听神经 个别嫌微的发放频率 是和声音频率 对应的 那么声音频率 提高了 个别神经嫌微 无法单独对它做错反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神经嫌微 将按照 骑射的原则 发生作用 个别嫌微 具有较低的发射频率 它们联合骑射 这样就可以反映 频率较高的声音了 你比如说 每格嫌微 假如说每格嫌微 它最快的振动频率 是1000次每秒 1000次每秒 现在呢 有一万赫兹的声波 那么一根承受不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十根神经嫌微 把节奏配合好 然后呢 十根配合 就可以对 一万赫兹的声音 进行反映 那这就是一种 联合骑射 这就是维佩尔 他的神经骑射 这种理论 对我们这个 人耳如何实现 频率的分析的 一种解释 那么维佩尔 他指出呢 用骑射的原则呢 可以对5000赫兹 以下的声音呢 进行频率的分析 5000赫兹以下 我可以用这种 声音骑射的理论呢 来实现对这种 声音频率分析的 一种解释 可是声音超过5000赫兹呢 那么位置理论呢 是对频率理性 是对频率呢 进行编码解释的 一个唯一接触 他认为声音 声音如果超过5000赫兹了 那么这位置理论 他的观点呢 就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再看 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音响 那么音响呢 它是由声音强度 决定的一种 听觉特性 声音的强度大 听起来呢 强度就高 声音强度小 听起来呢 强度就低 那么测量那个音响的单位呢 一般用 贝尔 或者用分贝尔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分贝呢 来表示 对人来说呢 音响的下域 音响的下域 就是说你能够听到的 这个音响的 这个 刚能听到的 这个刺激量 这音响的下域呢 是零分贝 那么它的物理强度是 0.0002 达音 每平方 厘米 那么上域呢 约是130分贝 它的物理强度呢 约是下域物理强度的 100万倍 音响呢 它和声音的频率呢 还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这个表现在 就是说在相同的 声压水平上呢 不同频率的声音的响度呢 是不一样的 而不同的声压水平 就可以产生 同样的音响 那么音响与频率的关系呢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登响曲线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图呢 叫做登响曲线 最下方这条曲线呢 代表是听觉的预线 也叫做可听度曲线 通过这个登响曲线 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不同频率的声音来说呢 听觉的预线呢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1000赫兹的声音 那么听觉的预线呢 是零分贝 零分贝 而30赫兹的声音 大概比如说 这30赫兹的声音 那么听觉的预线呢 就大约是65分贝了 65分贝 这样可见呢 就是不同的声压水平呢 产生了同样的响度 声压水平不一样 但响度呢 确实一样 反之我们看 如果一个30赫兹的声音 30赫兹的声音 声压水平是70分贝 声压水平是70分贝 那么这个声音 你看在登响曲线上 从上登响曲线之后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声音是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而一个3000赫兹的声音 大概这里 是吧 3000赫兹的声音 处在同样的声压水平 也就是说70分贝 这个声压水平 那么这个也是 这70分贝 这个声压水平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声音听起来呢 就是非常非常响 可见呢 就是说相同的声压水平呢 也会产生不同的音响 不同的音响 那么这个就说明音响 和声音频率的一种关系 那么最上面这条曲线 就是情感欲限了 如果你超过这个响度 那么人耳就会产生一种痛觉 就破坏了人那种听觉 好 以上呢 我们讲述的就是第三节的内容 听觉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主要讲述了听觉的事业刺激 听觉的声力机制 以及听觉的一些基本现象 重点就是我们介绍的一些听觉的基本现象 这里呢 我们再给大家出一个小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听觉的事业刺激 是什么 是否所有震动频率的声音 我们都能够听到呢 好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四节 就是其他感觉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主要包括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皮肤感觉 第二个呢 我们介绍嗅觉和味觉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介绍内部感觉 这一节的教学目标呢 主要包括要求掌握 皮肤感觉 嗅觉和味觉 内部感觉 它们有什么样的含义 具体它们的特点和意义 重点呢 是肤觉 嗅觉 味觉 以及内部感觉的含义 具体意义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皮肤感觉 那么这种皮肤感觉呢 大家很熟悉了 就是我们这个各种刺激 作用我们的皮肤表面 那么引起这种感觉呢 这都是一种皮肤感觉 或者叫这种肤觉 那么肤觉呢 它有基本的四种形态 触觉 冷觉 温觉和痛觉 这是肤觉的四种基本形态 肤觉的感受器呢 在我们皮肤上呢 成点状分布 分别成为触点 冷点 温点和痛点 那么身体的部位不同 各种点的分布和树木呢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痛点 痛点 那么痛点呢 在我们前臂的掌面 在我们前臂 它这个手掌面呢 它这个痛点的分布是比较多的 另外还在我们这个胸部 分布呢 也是比较多的 而触点 这种感受器啊 它更多的分布在我们的拇指球 拇指球这个地方 还有在我们的鼻尖 所以这个你像拇指球啊 还有鼻尖啊 这些对触觉呢 是非常敏感 冷点呢 分布角多的是鼻尖 好像这鼻子呢 对冷是比较敏感 那么温点呢 它分布角多的 就是这个 也是在鼻尖啊 这个地方就是分布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皮肤感觉呢 它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也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们对事物的空间特性的认识 和触觉呢 我们说这个 是跟这个 人们对事物的空间特性的认识 和触觉呢 是分不开的 比如说你认识一个 一个空间特性 一个空间特性 那么你要跟我们这个手动啊 这种触觉呢 是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触觉 是吧 我们还可以认识事物的这种 软硬啊 粗细啊 等等啊 这些一些属性 而且呢 这个触觉和我们这个听觉和视觉啊 联合起来呢 共同的这个 完成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 那么 吃饭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用眼睛看 我们就能正确的把这个食物呢 送到嘴里 是吧 那么这个我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一种我们的触觉啊 就再比如说我们上楼梯的时候 你不用眼睛看呢 也能把这个脚呢 抬的呢 不高也不低 正合适 那么这个呢 也是靠到我们的一种触觉 所以呢 这个在这种皮肤感觉呢 对我们这个人啊 他生活呢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另外呢 这个浮觉呢 对维持啊 机体环境的平衡呢 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 下面呢 介绍一下触牙觉 那么触牙觉呢 这个主要是由这个分均匀 非均匀分布的压力啊 在皮肤上引起的感觉 叫做触牙觉 触牙觉呢 又可以分为触觉和压觉两部分 如果外界的刺激 接触我们的皮肤表面呢 使刺激呢 轻微变形 那么这个叫触觉 如果使这个刺激呢 使我们的皮肤明显变形了 那么这时候就叫压觉 压觉的 触牙觉的感受器呢 它主要是分布于我们真皮内的几种神经末伤 你像这个麦斯纳 触觉小体 毛囊神经末伤和环层小体 那么这些都是触牙觉的感受器 那么皮肤不同的部位呢 它是具有不同的触觉的感受性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指尖 我们手指尖 对触觉的感受性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这个足 我们脚底下呢 这个对触觉的感受性呢 就要差一下了 另外呢 我们还介绍一个概念 就是两点辨别预线 那么这个两点辨别预线呢 就是人们能够分辨皮肤上两点的最小距离 这个叫做两点辨别预线 比如说我用一个圆规 当这圆规的两个圆尖 非常接近的时候 那么我扎你这个皮肤 你只能是感觉一点 当我圆规的距离 圆规两个尖的距离 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感觉到两点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人能够分辨皮肤上两个点的最小距离呢 叫做两点辨别预线 通常用两点预规呢 来进行测量 那么皮肤的部位不同呢 两点预线值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脸部啊 看这个图上啊 在脸部啊 这部分啊两点辨别预线呢 是比较低的 而在这个腿啊 脚啊这个地方啊 两点辨别预线呢 就是比较高了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温度觉 那么皮肤表面温度的变化呢 是温度觉的一种适宜刺激 一种温度呢 所引起的感觉呢 那它主要是由刺激的温度 和皮肤表面的温度啊 来决定的 那么皮肤表面温度呢 是一般称为这个 生理灵度啊 生理灵度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 如果我们接受到的刺激呢 啊 接受到的刺激 那么大于啊 或者高于这个生理灵度 我们就产生一种温觉 如果你接受的刺激啊 低于这种生理灵度 我们就产生一种冷觉啊 等于生理这个温度呢 就不产生温度觉 嗯 那么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呢 呃 它的生理温度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手的生理温度呢 是这个28度 那么前额呢 是35度啊 不同部位 它的生理灵度呢 也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皮肤对冷热的刺激的接受呢 也是有分别 由不同的感受器呢 来完成的啊 罗芳尼式小体呢 主要接受温的刺激 那么克劳斯球呢 啊 克劳斯 克劳斯是球呢 主要接受冷的刺激 啊 就是说 冷刺激和温刺激 那么它 也是由 不同的感受器呢 啊 来接受啊 冷啊 或者说温的一种刺激 在负觉里面呢 我们还 包括痛觉 呃 那么痛觉呢 这个 大家都知道 就是引起这个 呃 痛觉的刺激呢 也是比较多的啊 任何一种这个 刺激呢 呃 当它对机体 当成一定的损害 或者说损伤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产生痛觉 呃 那么痛觉 它的感受器呢 就是皮肤下这个 个层当中 下皮肤中 个层当中啊 就是皮肤下个层当中的 自由神经末梢 啊 呃 那么这些行为呢 穿过脊髓后根 到达后脚的灰质 呃 在这里呢 交换神经元 然后呢 沿着脊髓 秋脑 测述 终止于啊 秋脑的神经核 然后呢 从秋脑发动到 大脑皮层 呃 呃 这是我们痛觉 呃 当然呢 这个痛觉呢 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的啊 比如说人对伤害性刺激的认识啊 呃 这个强烈持久的注意啊 也能有时候减轻啊 或者说消除这种痛觉 那么呢 那么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第二个大问题 嗅觉和味觉啊 啊 那么嗅觉呢 它呃 呃 它的事与刺激呢 就是呃 呃 有气味的啊 啊 气体啊 引起来的 这个叫嗅觉 呃 嗅觉的 感受器呢 呢 就是我们 嗯 鼻腔上嗅黏膜当中的嗅细胞啊 嗅细胞 那么这个嗅细胞呢 就是嗅觉的呃 感受器 嗯 呃 当然这个嗅觉啊 影响嗅觉感受性呢 是受呃 感受性的因素呢 是 嗯 很多的啊 首先呢 对不同性质的刺激物呢 有不同的呃 感受性的啊 呃 你比如说啊 像乙迷啊 这种物质 呃 那么它的呃 嗅觉的预线呢 是呃 5.83毫克 啊 嗯 一升空气啊 每一升空气当中 有5.8分 5.83毫克的乙迷 我们就能够闻到 而射箱呢 啊 在一升空气当中 只要有0.0004毫克 我们就能闻到 这样就说明你嗅觉的感受性呢 它是受啊 首先呢受啊 不同的刺激物啊 感受性呢 也是不一样的 其次呢 嗅觉的感受性 还和环境因素呢 有一定的关系 和机体的状态有关系 比如说你这个 生病了 有鼻炎了 是吧 再香的味道 你也 闻不到 是吧 那么这就说明你这个 嗅觉的感受性的高低呢 和我们这个人啊 机体的一些状态有关系 另外呢 就是嗅 适应呢 呃 也能使这种嗅觉的感受性下降 什么叫做适应呢 谁像 就是说你长期处在一个 呃 某种气味的环境当中 你对这个 这种气味就不敏感了 啊 这叫一种嗅觉的适应 比如说我们呃 常说的这个呃 入这个什么 知蓝知识 久尔不闻其香 入褒逸之四 久尔不闻其臭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嗅觉适应 你生活在这种 比如说非常香的这种 香的气味这种环境当中 那么时间长了 你就闻不到这种香味了 那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嗅觉的适应呢 也会使我们嗅觉的感受性能 发生一些变化 另外呢当嗅觉刺激呢 呃 同时呈现的时候呢 那么产生的嗅觉呢 会有呃 当这个不同的气味啊 同时呈现的时候呢 那么产生的气味呢 可能有一下这么几种 第一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两种气味相混合呢 产生啊 具有两种气味的单一气味 啊 并出现某些新的特性 啊 第二种呢 就是当两种 两种气味啊 同样存在 先是一种 然后呢 另一种 第三种呢 情况是两种气味呢 交替出现 第四种呢 是能同时分别经营到两种气味 第五种是一种气味呢 把另一种气味呢 点灰掉了 那另一种 第六种呢 是一种气味 可以抵消另一种气味 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嗅觉的问题 啊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味觉 那么味觉的事与刺激呢 它是溶于水的化学物质 溶于水的化学物质 这是它的事与刺激 味觉的感受器呢 就是分布在我们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啊 味蕾 这个是味觉的感受器 那么人的基本的味觉呢 主要有四种 就是甜 苦 酸 咸 这四种 呃 我们吃的食物呢 大部分也都是这四种 味道的一种混合 啊 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 嗯 这四种 我们舌头啊 舌头呢 不同的部位 对这四种气味的这种感受性呢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呃 舌尖呢 对这个 甜味是最敏感的 啊 舌尖对甜味呢 最敏感 而这个舌中 舌中部和舌的两侧呢 和舌的后部啊 分别对 呃 咸呢 酸呢 苦啊 最敏感 啊 就舌中 对咸 最敏感 呃 呃 舌的两侧是对酸最敏感 而舌的后头 后跟呢 是最苦 是呃 最敏感的 所以我们吃药的时候 有时候 呃 感觉到最苦的 就是我们那个舌后边 接近那个 啊 喉 喉咙那块地方 那就说明这个舌的后边 这苦味是最敏感啊 啊 那么 温度呢 对味觉的感受性和感觉预线呢 有着明显的影响的啊 这个 我们就不多谈了 啊 另外呢 这个味觉的适应和对比呢 呃 作用呢 也很明显 比如说这个厨师做菜 往往不高明的厨师呢 他做菜的时候呢 越做越咸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由于味觉适应引起来的啊 刚开始尝一些尝一些菜 然后呢 逐渐的把食女这种味觉的 哎 感受性提高了 这样以后你在做菜的时候 必须再加更多的盐 你才能尝到咸味 那么这就是说 哎 为什么有一些厨师做菜越做越咸呢 这就是由于味觉的适应造成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呃 我们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呃 第三个大问题 内部感觉 那么内部感觉呢 它是跟外部感觉相对的 内部感觉 它主要反映我们有一体内部的状态 和内部的变化啊 它包括动觉 平衡觉和内脏感觉啊 那么动觉呢 它也叫做运动感觉 它主要是反映我们身体的位置 运动以及肌肉的紧张程度 啊 这叫运动感觉 比如说你的位置在哪里啊 你是不是运动还是静止啊 那么这个是靠动觉来提供这种信息的 动觉的感受器呢 它主要存在肌肉组织 肌腱韧带和关节当中啊 呃 他们分别叫做呃 肌缩啊 肩缩和关节小体 那么动觉在认识客观世界上 这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啊 动觉呢 是主动触摸的重要成分啊 当我们用手沿着物体的轮廓呢 运动的时候呢 那么动觉和肤觉结合 将给我们提供了物体的形状啊 大小啊啊 这些方面的信号 另外手在运动的时候呢 肌肉的紧张程度 还告诉我们哎 物体的呃 种种的其他的一些属性啊 另外的动觉还有跟我们人类的这个言语活动有关 就是你人类的说话的时候 它是跟动觉有关系的 就是有时候你这种非出生的言语啊 比如说自言自语 或者说内部语言 它的呃 产生 或者说它的呃 发出 也是跟我们这个动觉呢 联系在一起的 呃 另外的呃 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内部感觉 就是平衡觉 那么这种平衡觉呢 它是人体在做加速运动 或减速运动的时候啊 做加速或减速的直线运动 或旋转运动的时候所引起来的 平衡觉 它的感受器呢 主要是位于我们内耳的前停器官啊 它包括半规管和前停两部 那么半规管呢 它主要是反映身体旋转运动的器官 当我们身体做加速的加速或者说减速的旋转运动时 那么半规管内的感觉行为呢 发生反应 那么我们前停呢 它主要是反映直线加速或者说减速的器官 那么平衡觉呢 它与视觉啊 内脏感觉都有关系的 当前停器官的兴奋时候 那么视野中的物体似乎出现移动 人的消化系统也出现呕吐啊 恶心等现象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晕船啊 晕车啊 那这个就是由于 哎 刺激强度过大 刺激我们这个前停器官 接受不了这种刺激 那这时候引起了晕车啊 晕船 呃 内部感觉的最后 最后呢 它还包括一种就是内脏感觉 那么这种内脏感觉 它也叫做 呃 机体觉 它是由内脏活动啊 作用于啊 呃 脏气壁上的感受器产生的 那么这些感受器呢 把内脏的活动啊 机器变化的信息呢 传到中枢啊 从而产生啊 我们渴了饿了啊 饱了呀 呃 恶心疼痛啊 便宜啊 等等啊 这些啊 内部感觉啊 所以内部感觉 它内脏的感觉 它主要反映我们内脏的一种活动 内脏感觉 它的性质就是 它很不稳定啊 不像这个其他的感觉 呃 就一样就是比较稳定 而内脏感觉 它是呃 比较不稳定的 另外 它缺乏准确的定位 就有时候我们呃 说这个 呃 比如说我这个感觉有点疼 啊 身体不舒服 但是你疼 身体不舒服 究竟出现哪一个部位疼呢 你这个 不能明确的指出来 这就说明内脏感觉呢 它是一种定位呢 它是不是很肿确的 所以内脏感觉 又称为 它是一较黑暗的感觉 呃 呃 讲到这里呢 我们这呃 呃 这节呢 就给大家接触了 那么这节呢 我们主要讲述了 就是啊 夫觉 嗅觉 味觉 和内脏感觉的含义 以及它的特点 啊 呃 小一个 小问题呢 我们就是说 啊 夫觉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啊 呃 下面呢 就是我们本章的思考题 啊 同学们可以跟着我们 呃 一样的讲述呢 对这些问题呢 呃 进行思考和解释 那这一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咱们就上到这里